梅德威杰夫设想欧盟在接纳乌克兰为成员国前就会消失 俄罗斯塔斯社19日以此为题报道称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威杰夫当天在社交平台Telegram发文称 乌克兰可能到本世纪中期才会加入欧盟 而到那时欧盟可能已突然消失 梅德威杰夫19日在Telegram上发问提及苏联解体并将乌克兰加入欧盟一事 与苏联时期的共产主义建设进行类比 他称 欧盟未说出乌克兰加入该组织的具体时间 但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实际期限是本世纪中期 不会更早 梅德威杰夫进一步暗示欧盟可能会和苏联的命运一样 他在文中写道 如果苏联保留下来 那么共产主义或许就会到来 但遗憾的是苏联消失了 大家明白我是在暗示什么吗 他继续写道 如果欧盟那时候突然消失会发生什么呢 不幸的乌克兰人的期待会遭到怎样的欺骗 俄罗斯2月24日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后 乌克兰立即启动申请加入欧盟的程序 于2月28日正式递交申请 6月17日 欧盟委员会建议 给予乌克兰欧盟候选国地位 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将在6月23日至24日举行的峰会上 就这一建议进行讨论 欧盟